兩個人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當時有沒有自己做什麼樣的設定 其實在打三次因為我打得比較在那邊玉城有說 我都打到後球其實會抱歸問題 那時候在第四次跟第五次打擊的時候 只想說只要打好球就好了 想不到就有意外的效果 教練是一種建議的運動 其實之前你覺得節線有提供自己在打擊的動作好像有做了一點點的調整嗎 目前看起來在場打的部分確實是效果感覺蠻不錯的 那這樣的調整是自己的想法還是教練有建議的意思 其實我跟打擊教練一起討論過要用戰的方法 打擊可能的穩定感會比較好 那可能無法像之前這樣打那個堆積的內衣 那希望往後我們都有辦法打長打 我會覺得就脫離進攻 好 每次加油節線不管是在安達或是長打的部分都能夠表現越來越精彩 那最後問題想問到節線是 其實節線去年的成績非常的精彩 那今年開季沒有辦法從一軍出發 不過現在目前看起來節線已經慢慢的有進入狀況 就是狀況越來越好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這一路來的一個準備嗎 我可能會講說一點 其實在一開始開季的時候自己在入軍 那很多球迷可能都會視訊我 那來場上跟我講說節線我們等你 其實那時候自己蠻開心的 也會希望趕快準備好回到球場上 那回到球場上之後 跟你們的加油 真的很謝謝你們 希望我們可以繼續提募我們到總共繼續謝謝 謝謝 好 每次都先唱過 推出了首歌的名字 請提募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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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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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